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糖醋里肌收拾一下分享给你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蛋 哈哈 我最亲爱的粉丝和新朋友们 你们晚上好 我是野猫 年夜饭里面绝对不能少的一个下饭菜 开胃菜 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 在屏幕上打出来 我的天哪 我就闻这么一闻 就别说吃了 这个口水就出来了 然后瞬间感觉就食欲就来了 首先这个麦香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哈哈 就这个味儿 这个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油菜 哎呀 就这个味儿 和今天这个菜形成鲜明对比的 就是我这杯饰头 好 米式海岸香草拿铁系列的 之前是牛奶巧克力 今天换个口味 尝尝 口味带点苦涩 相比牛奶巧克力的那个口感呢 我觉得应该是偏淡一些 在我印象里面糖醋里肌 在饭店卖的话 没有低于35的 花了不到17块钱做这么大一份 就是绝对足够一家好几口人吃了 对吧 所以说年约饭系列的菜也是 平时的家常菜 不一定非要过年吃 这个学会了就自己动手做去 哎呀 这个拌米饭简直是无敌 拌在一起 再拍上这个饮料我的天哪 今天这一顿满足 嗯 带劲 爽 好了 不行再吃一个 这个酸甜欲罢不能我跟你说 好了此时此刻还剩半杯精酿 我干了 新年快乐 再来一个 说工